字幕 by 張宇, 編曲、蘇維 我個人沒什麼自信 所以也會很害羞 記得小時候害羞到不敢跟同學吃飯 怕被同學見到自己吃飯的醜物 但為什麼還會肯著去舞台? 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對戲劇有很大的興趣 所以有些大無謂的精神 當你演那個角色的時候 你可以忘記我 完全忘記自己的弱點 失敗 投入那個角色 自己好像變成那個角色 那個角色是律師的時候 自己紅變韜韜 非常之威風 自己是醫生的時候 可以救人 很有意思 所以真的很有滿足感 尤其是當演完套戲的時候 觀眾拍手像 未必是真心的 大家都會拍手像 當時覺得自己很有成功感 第一次上舞台的感覺 就是又害怕又興奮 記得第一次上舞台 做的角色就是 一個貼了長鬚的老人家 叫做綠鬚老人 還要坐在一個很高的架上 不能動 就這樣說話 向著鐵架下面的演員說話 那支舞台的演唱會 還要遮蓋我半邊的臉上來 觀眾看不到我的樣子 只能聽到我的聲音 還有在那個演出裡面 我還要兼演一個妖怪 那個妖怪還需要戴面罩 遮蓋整個樣子 只是做動作 但那次我覺得都挺成功的 對於我第一次做話劇人 不算 那個綠鬚老人 沒得動 只是聽到聲音 但那些人都覺得我 講得很好 講台詞講得很好 那個妖怪 雖然看不到樣子 但我做的動作 哄到整個劇院的觀眾 都很開心 在那個劇團裡面 演出了兩年左右 就認識了一位基督徒 那個基督徒 他和幾個志同獨學的弟兄姊妹 就成立了現在的香港青年基督徒劇團 於是他就邀請我入了劇團裡面 一直到現在 大概都有十幾年了 業餘劇團可能只是為了搞戲而搞 但基督徒劇團就是為了 將福音的訊息帶出來而去做戲 最大分別在這裡 其次就是 我們不是只靠自己人的力量 我們會將我們的工作 交上給神去保守 起初其實我們的劇團 都不是很掌勁 好像一般的業餘劇團那樣 去靠自己人的力量去搞戲 但後來我們都慢慢有進步 我們每一次的演出 我們都很用心很努力去祈禱 我們一班搞戲的人都相信 畫劇的感染力是很大的 因為畫劇是可以反映到人的生活 觀眾看的時候很容易會有共鳴 如果在戲裡面 有一些正確的訊息 有些好的訊息 觀眾是容易去接納的 去吸收 去反省 所以如果是透過畫劇 去把福音的訊息帶給觀眾 觀眾會比較容易接受 這是我們相信的 其實這個戲 聖誕其餘 我每一年都有教會 訂我們來做的 但我希望每一年都有新鮮感加進去 所謂的創意加進去 有進步的 場地我們經常都遇到困難 因為很多教會 他們的間隔都很奇怪 可以說 有很多教會不是一般傳統的裝修 有些好像25號我們做的那個戲 就是一個那些 舊式的社區 不知不知是浩子區那類的 改造一個社區中心 裡面的間隔很奇怪 25號那個人就是一個路中心做 一個十字路口做 那些位置很窄 我們就要解決這些問題 沒有的 我們都是憑信心 我們每一次出隊都會祈禱 神真的會聽祈禱 每一次都迎刑而解 循迴演出很奇怪 循迴演出從來都是很少爭執 甚至以我自己經歷的 我見過的 真的不見到有什麼爭執 可能循迴演出不同 我們一般的公演 在劇場裡面 正式劇院裡面做的公演 有些不同 循迴我們去到教會 我們感覺上是 在前線那裡 去幫神的教會傳福音 所以可能 因為大家有這個心 感覺到是為神去工作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之 比以前非常 比平時 非常之謙卑 非常之信服 大家都希望 只是希望有一個 神所喜悅的表演 畫劇上面 原來我見到我自己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好像今天來計 今天18號 我們出隊 我們劇團出隊 出三隊 三個不同的戲 去三間不同的教會做 那三個戲都是我寫的 那個劇本 不是自誇 也覺得很開心 覺得神 肯用我寫的東西 我的作品 神肯用我在畫劇上面的事奉 見到神奏回我 我覺得是 神在這裡用我的興趣 這個是我的興趣 我做沒有困難 我沒得推 所以我覺得神真的很體諒人 就算是找人去做事奉 都是找回人的所長去做事奉 其實呢 因為我自己對畫劇報道的看法 都是一種福音餘工 主要是去播種 播福音的種子 其實我本人期望 不是說一定見到有人缺姿 那個演出才是成功的 最緊要看到大家 舉觀眾的反應 他們看了之後 有沒有去想 有沒有去反省 有沒有去思想 看他們的樣子 有時候也看到的 有時候當然 看到很多人舉手缺姿 我當然是興奮 我都見過這種情況 但如果看到觀眾 是沒有人 沒有反應 沒有舉手缺姿的 我也不會灰心的 我很相信 福音的種子 會中在心裡 好 好 其實呢 當初我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 我有些後悔 我真的想肅沙 因為我覺得自己 有什麼好說呢 又不是什麼熟靈猛人 又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但又想一下 這個環節 主要是榮耀神 也不是榮耀我 不過很神奇 這位神 祂給我自信 祂透過讓我去接觸話劇 給我自信心 我演話劇也有一定的表現 有些人欣賞 這件事就令我覺得 我自己有價值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可以做到一些貢獻 有人欣賞 有人接受 給我自信心 所以劇本那方面 我讀書真的不多 但我竟然可以到 一些市政局的會員 獲得一下編劇的獎 劇團方面 多數都很樂意 接受我所寫的劇本 所以給我很大的鼓勵 給我很大的信心 在家裡 在家裡方面 因為我爸爸的病 我爸爸的去世 令我 願意主動些 為家裡做多些事 令家人對我有改觀 令家人更加的愛我 這件事都給我很大的支持 提高我的信心 在工作方面 更加提高我的信心 在工作方面 更加提高我的信心 配音這行 真的做了也有十多種 同時 同時 阿黑 都肯定我的工作表現 還有 配音這工作 我覺得 是神給我很大的福氣 除了可以發揮到所長之外 我也是自己的興趣 很多人都恨有這樣的功 可以發揮所長 可以由自己的興趣 我恨 我祈禱 神是給你 所以 神給了我這麼多恩典 我看到的就是 這位神是為了解我 很愛我的神 雖然我對祂不是那麼好 祂給我最需要的東西 就是自信心 所以我想 我看我將來 都不會放棄 以畫劇來去侍奉它 一切一切都是祂給我的 我看片劇方面 我希望我能夠再做多些 希望可以寫多些福音劇 看一些不老套 但又感動到人 又是神所喜悅的劇本 來去榮耀它 我看這個就是 我在畫劇方面的抱負 還有在配音方面 如果福音機構是需要到我的 我都絕對樂意的幫忙 只要叫到我 我就會願意去的 我不會問到有多少囚怒 因為這件事更加是神給我的 這個恩賜或者長寸 我的聲音全部都是神給我的 將來 我就會做到最好 繼續奉獻神給我的 給神給我 這件事很有趣 越做不到的事 他就越想去試 我想這件事就是人的天性 如果不是 就不會有這麼多成功的例子 像昭世亮先生那樣 他當年如果怕了自己超靈 不去試音的話 今天我想就沒有這個成就 對 如果人能夠在信仰的追尋上面 用這種態度 肯去嘗試 肯去尋找 就一定可以找到哪位是真神 何意見得 因為聖經是這樣說的 在羅馬書這樣說到 自從做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聖 是明明可以知道的 雖然看不到哪位是真神 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位 如果我們在一種 涉而不死的精神 去探索的時候 我們一定能夠尋找到 哪位是真神